市长城局在昨天的紧急确认了 今天是要按照计划访问北京上海 展开围棋四天的大路行 国台办在新闻发言人 也是罕见的透过了中心社来证实说 高雄市长城局访问北京上海 是为了行销高雄市运会的观光活动 而城局这一次是以高雄市长的身份 没有拿台胞证 依照国际的领域方式来通关 而这也是民进党级最高的行政首长的登陆 被外界视为是民进党重量级人物的破冰之旅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我是认为我是一个承犯世界运动会 国家的一个承犯城市 我们去全世界行销 不希望被矮化 不希望平等尊严 所以是会拿步骤吗 对 我也会拿 有步骤 用步骤的方式进行 对 用那是中旁的步骤 那就是这条 好 这我们看到城局在昨天的说法 另外来看到城局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是已经到了桃园机场准备要去北京 那么他到了北京之后就会看到了 在北京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 已经有了一块扛棒招牌 这个扛棒就是2009市运在高雄的看板 也开启了城局在今天登陆北京行销高雄市运之门 那么同行人士就透露了城局 这个这一次的北京行偶反复的原因 主要是在行前的时候 他提出了市长身份领域通关这两大坚持 不过昨天是出现了重大的改变 还是决定今天要前往北京来行销试运 这是我们看到目前在桃园机场 那么城局是已经要出发前往北京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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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